近期北台湾虽有降雨 但是水库储水量仍旧不足 供水吃紧 面对吹水期的来临 新北市水利局推出 爱水就要节水图文懒人包 让民众多一分留意 少一分浪费 新北市从3月1号起 水晴灯号转换为黄灯 部分地区也实施第一阶段限水措施 因此水利局特别推出 爱水就要节水图文懒人包 教大家如何省水 在我们的新北水量 我们有制作懒人包 介绍民众很多省水 节水的方式 这个懒人包 民众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新北水量去观看 上面有很多步骤 跟各种不同的方式 其实办公室这部分 不管是在我们冲测的部分 或者是在 我们在节约用水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都是鼓励民众 或者是鼓励自己的同仁 能依照我们懒人包上面的方式 可以做更多的节水的方式 相信民众也有不少 自己的省水配布 因此水利局也同步举办 省水大作战 留言抽好礼脸书活动 扩大募集省水创意妙招 那如果民众有自己的 一个省水的好方法 那他也可以上我们的新北水量 到我们上面来留言 那我们也有相关的抽奖活动 这个活动从2月10号到3月19 也欢迎民众共枪盛举 民众可以在3月19号之前 到新北市水利局的新北水样粉丝团活动贴文底下留言 将有机会获得派利德、生肖金士、脚踏车等丰富大奖 记者方坚凯琳锦于新北市采访报导